各位朋友,今天再和大家示範新年的擺設 我會用到吳代銅塘,叫吳代果 還有銀鈕、紅蔣、康乃興 都是新年常用的蓮花 和大家做一個比較有新年的氣氛 和大型的垂直擺設 讓大家過年的時候 可以多一盤大小小的蓮花放在家裡 大家可以看到 我已經綁了一支五代果 因為這支五代果都很重 比較上如果沒有一個座 就一定要用一些比較重的瓶去固定 我們今天都會用到這支銀鈕 這支銀鈕過年過節都一定有得賣 現在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你也可以隨意咬它也可以 可以屈到像S型 很多形狀都可以屈 我們可以在這些地方 我們就可以將它繞進去 繞進去 繞進去的時候 你可以用一些閃繩 或者穿過去這些五代果 繞進去繞進去 其實也可以 繞進去繞進去 繞進去繞進去 或者用鐵線繞進去繞進去 我們都要放很多枝 像這些位置 你也可以再放 像這些位置 這樣 有些長有些短 隔進去繞進去繞進去繞進去 其實新鮮回來 很容易做的 我們可以在後面 都可以有一些 走上去前面 這樣 你可以 甚至乎你大約做了一個形態之後 才再用鐵線綁住 都可以 像這些位置之外 都可以加少許 有些長有些短 頂上你屈一屈 就可以了 這隻銀色 就比較長 就叫圓色 很多人喜歡 至於染色的 就視乎大家自己喜好 可以隨意自己在前後 然後把刀子打斜 去做一個這樣的線條 出來 長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 新鮮的尾巴出來 就更多 這樣就容易弄些 在中間這些位置 這樣卡下去 在這個位置 因為它本身這支 都很硬正 變成你都很容易放的 我們還可以多放幾支 那你就盡量 我們就兩個方向 在右邊走過去 左後方 或是左後方 走回去 右前方 這樣就可以了 就不用四面 不是叫做龍 那我們就這邊拋過去 然後那邊拋過去 因為這裏中間 我們可以用來敗花 好 好 我們這個位置 都可以再加多少少 好 這裏 可以再加多少少 拋過去 因為很多人 都不太懂 怎樣用這些五袋果 其實你可以用我這個方法 一側 它就可以 當作一個支撐 可以讓你固定這些銀扭 另外來說 它本身那個 顏色都很鮮艷 放在中間的時候 其實都發揮到那個作用 在這裏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立體的形態 你可放在家裡的廳 中間 一個大廳 你可以放在中間的位置 都可以的 好 這些我們也可以再加 這些位置 去到這個位置 你就可能要用少少鐵線繩 用少少鐵線繩 拆一拆 在這些位置 拆好又不需要拆好實 你純粹有少少固定它 所以又不需要拆得它好實 好實 因為攬 不斷一拆好實 它便可以了 甚至乎這樣穿過去都完成了 你不用鐵線繩 你便用一條很幼的鐵線 一樣做到效果 這樣便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便會用這些紅掌 這些紅掌 我們今天都可以放得高一點 可以放高一點 我們放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主要 就沿著這個 銀扭 這些位置 沿著這位置 在後面少少彎上來 如果它不彎的話 你都可以試試 這樣屈一屈它 要側側地便可以了 側側地 這些位置 我們便可以在這裏 再加一點 我們便不需要太高 去到這個 一半左右便足夠了 這些位置 我便可以再加 跟著那些 我們便可以走出來 這些位置 要走出來 這樣 一路由這邊一路 走出來 往前面便可以了 好 去到這裏 我們便開始加一點沙巴葉 你可以選一些 大塊一點 因為這盤花大塊 這盤花這麼大 所以葉子都要大塊一點 把它剪出來 這樣 這樣 好 然後呢 你便可以鋪在底部 先 像這些位置 這樣 先放一點 這些位置 加一點點葉 好 底部份呢 要大塊一點 可以長一點 這些位置 旁邊 你不用 這些沙巴葉 就算用 茶葉 那些都可以的 不過呢 最好大塊一點 便會好一點 好 後面這些位置 都可以加一點 這樣 差不多鋪了 底部份 先 這個表面 可以隨便擺一點 這樣 再加一點 中間都要加一點 遮蓋 這個棉子 遮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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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會好一點 新年 亦都很多人 喜歡用這些波菊 今天來講 我都會加一點點 波菊 像這些 這樣 我們可以在裏面 像這些位置 裏面 我們要加幾支 像這些位置 這樣 加一點 不需要太長 預算它 7吋 已經夠了 這些位置 養了水 它又會軟一點 養了水 我們可以加一點 也不會太多 你就可以 以它 五個至七個 都可以 這個位置 不需要太過 不需要太過高 集中 密集一點 在這些位置 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 我想盤花大一點 或者我想再豐富一點 你可以在這一邊 左邊的樹 你可以加一點 這些 紅色的大丁 你放下去的時間 就預算它 就是六吋 至到 十四吋 都夠了 所以太長 因為你這個形 雖然 都很多 花 我們集中在這個位置 就大 要保持平衡 這裏 不需要太過長 這些 可以 預算它 短短地 在這些位置 其實已經可以了 這些位置 加一點 抗奶 紅色 都可以了 這些位置 集中在 左邊 這樣 在這些位置 加多一點 少少 主要在底部 這部分 後面長一點 前面又短一點 這樣 當然 去到這處 你要再補多一點 少少葉 特別前面的位置 特別前面的位置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這些洞位 你們應該補少少葉 因為這些位置 你看到 泥 就沒有不好 裡面這些位置 補少少葉 可以 旁邊的位置 都可以 今天 都會用到 這隻 油加利葉 油加利葉 將它 剪 我們有些 都可以長一點 在後面 這些位置 可以長一點 這些位置 少少 泡出來 做一些線條 像這些 長一點 都可以 在上面 然後呢 彎彎的 這些 可以 側側地 在右邊 拋出來 做一些線條 這樣 這些 令到那盆花 看下去 就 不用 那麼 實 這些側邊位 這些 可以少少 拋出來 又可以 做一個 支援 油加利葉 這樣 在後面 這個位置 好 快脫 大家看我 就已經完成了 今天這一盤 都幾大盤的 一個 荷蓮鮮花擺設 我們就用了 這隻銀鈕 五代果 紅掌 和這隻 我們叫波菊 油加利葉 沙巴葉 這樣 其實 我們就已經可以 做了一盤 很大盤 很有節日氣氛的 一個擺設 要留意 當然 你做這盤花 你一定 如果你是想 這個 五代果 想用這個五代果 你一定要有個 stand 如果你沒有 stand的話 其實你 放在那塊 都OK 但是一定要很 直地放 入深一點 一大塊 放一枝 其實都可以固定到 一枝 五代果 再在它之間 那處 我們就用鐵線繩 拋住它 形成一個 這樣的形態 就看下去 感覺上 這些銀鈕 就好像一些瀑布 流下來 效果都相當不錯 這個新年 大家可以用這份 花菜 做一盤大型的賀年擺設 到過大家的農曆新年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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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